人類大量使用塑膠的歷史 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時間 已经形成新的生态浩劫 海洋成为塑化的最终站 被送过来的海龟 比如说螺旋桨的山痕 或者是身上有鱼钩鱼线比例 真的会比其他的县市还要来得高 全台湾所有的珊瑚都大白化 我们要找到适合珊瑚培育的地方 来培养适合移植的珊瑚 长大了以后我们再做移植 海洋成为垃圾旅程的终点 小琉球根本无法消化 把这些垃圾把它捡起来的时候 会感觉说这朵珊瑚 它是突然间它可以呼吸了 自己都会觉得蛮感动的 东西粘在它地骨那附近 一拉就是从它钢门里面拉出塑胶带 可怕的不是做不好 可怕的是没有开始 有生之年帮海龟保留一些干净的环境 上一次跟这一次的阴亡 我们都省了非常多的餐具 几万个以上 那我们觉得它当然九牛一毛啦 但是我们希望一样是一个小小的力量 小琉球人开始思考环境变迁的问题 岛上有了一群守护环境的先驱者 他们守护的价值 正随着南风吹遍整座岛屿 规理由 规理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